隨著Milton巨峰在星期一迅速增強為5級巨峰 佛羅里達州正面臨嚴峻挑戰 特別是Tampa和奧蘭多等人口密集區 國家巨峰中心表示 Milton巨峰預計將在星期三前襲擊佛羅里達州 並可能帶來重大威脅 Tampa灣地區尤其可能面臨危險的風暴潮 這場風暴的來臨 距離上一次4級巨峰可亂侵襲不到2個星期 當時海岸線遭到嚴重淹沒 造成至少227人死亡 州長Ron DeSantis在剛剛過去的星期日 將緊急狀態聲明擴大51個月 當局已做好大規模疏散行動的準備 和救援資源的部署 以應對可能的災害情況 TNOS記者編輯報導